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初歌学投资》 我是李国庆 我们提过固定资产投资,简称固头 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七成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数据 在一众固头项目当中 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是最重要的环节 初歌要细心分析 《国家统计局》的数据显示 2018年全中国固头达到65万亿人民币 当中房地产投资达到12万亿人民币 即是占固头接近两成 亦占90万亿人民币GDP的一成三 2018年商品房销售额占GDP达到17% 创出历史新高 当中还未计算由房地产衍生的 建材、化工、金融、零售、交通运输等行业的需求 难怪我们不时都听到地产绑架经济的评论 不过过分依赖地产支持经济会造成楼市泡沫问题 因此国家亦会用基建投资去平衡增长 在2017年的时候 基础设施投资额达到17万亿人民币 占当年固头总额的27% 比房地产投资更高 总结而言 分析固头增长数据 最重要是看房地产投资 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 当中由于地产衍生的行业教掌 所以房地产投资最为重要